树中箭的发力 让整个战场的天平被彻底打破 本身极恶童子的实力就不及张艺 完全是仗着地利的优势 利用屈海取得了片刻的优势 所以此时 他又回到了被张艺吊着打的时候 神域静洁的力量非常强大 他想要吸收转化都得耗费一定时间 然而此时 屈海被大量地消灭 他伤势恢复的速度也在迅速地减缓 甚至这一回 他花费了七八秒的时间才恢复成型 张艺也并不着急在此时出手 一般的攻击没有意义 要出手 必须要用最强的手段 积具力量 彻底打穿极恶童子的防御 给他造成无法恢复的重伤 等到极恶童子恢复之后 他似乎感觉到了战场状况的不妙 突然对着远处 发出了一声刺耳无比的嘶鸣声 张艺看着他那丑陋的模样 不禁皱起了眉头 同时也在暗暗警惕 他在做什么 难道说 是要呼叫帮手 他的目光不自觉地看向下方 白鬼夜行 此时被花花给拖住了 那些虚幻的鬼影 还不足以对张艺造成威胁 而且无意识行动的他们 也不会听从极恶童子的号令 来围攻张艺 只是 他们到底是如何诞生的 背后绝对还有什么力量存在 如果那股力量此时出现 就连张艺都会感觉到头疼 不过 什么都没有发生 在远处观战的三名黑影 没有理会极恶童子的呼唤 他们并不愿意在此时现身 因为真正降临在这个世界 需要他们付出巨大的代价 极恶童子没有等来自己的援军 这让他更为愤怒 你们也抛弃我了对吗 好好 我就知道 在这个世界上 除了自己没有人值得信任 他的眼睛凝视着张艺 如同毒蛇一般阴朗 就算只有我一个人 也一样可以杀死你 张艺凡问道 可是 你凭什么呢 他举起了自己的右手 虚空的力量在掌心凝聚 幽暗 邪恶 充满破坏力 没有驱海的加持 你的实力 最多也不过才一万六千年左右 别说战胜我了 连破开我的防御 你都根本做不到 就凭你现在的实力 拿什么跟我斗 极恶童子 愤怒不甘地对着张艺 再度释放了他 引以为傲的 外道明火炮 可是没有转化张艺的力量 单纯凭借他自己的力量攻击 甚至无法轰碎 哪怕一重次元之门 张艺深吸了一口气 他感觉到 体内的力量 已经涌上来了 刚刚差一点 被极恶童子逼到了绝境 那种紧迫感和危机感 竟然让他突破了力量的限制 彻底融合了 得自魔国的那些本源力量 异能指数两万两千点 黑战车级一人 张艺悬浮在高空之中 低头俯视着 那头丑陋的蚊虫一般的怪物 右手掌心之中的虚空之力 彻底凝聚成一颗黑球 他稍稍用力抓握 原本拳头大小的黑球 被再度压缩 变成了只有一个弹珠大小 几乎凝成实质化的黑暗球体 由于极致的压缩 让其极度不稳定 仿佛随时都会爆炸一般 张艺将掌心对准了极恶童子 黑球缓慢地开始转动 然后速度越来越快 一股即将被死亡笼罩的恐惧 瞬间弥漫了极恶童子的全身 跑 他的脑海当中 此时只有这一个字 可是 还没有等到他付诸行动 张艺就已经出手了 灌星炮 没有任何仙兆 也没有任何花里胡哨的过程 张艺与极恶童子之间 出现了一条直线 从张艺的掌心而起 穿过极恶童子 一直贯穿了整座不死山 然后射入大地 无声无息 就仿佛他原本就存在于此处一般 快到让极恶童子 根本连躲避都无法做到 黑光一瞬之后 便消失无踪 极恶童子低头 看着自己的胸口 那里被开了一个巨大的空洞 烟红的血液 从空洞当中流淌而出来 他感觉到自己的生命力 在急速地流逝 你 可恶 可恶可恶可恶 极恶童子抬起头望向张艺 眼神当中充满了怨毒 他的身躯忽然扭曲了起来 那个空洞的周围 涌出了大量的驱虫 开始填补 试图修复他的身躯 可是这一次 他的伤势太严重了 被树中箭吞噬的驱海 也无法提供给他足够的能量 驱虫不断地进行尝试 可每一次都失败 越来越多的驱虫 挤满了他的胸腔 然后 极恶童子砰 得一声在半空炸裂开来 他整个人化作一阵白色的雨 数不清的驱虫 从他体内飞向四面八方 难以想象 他的身躯里面 竟然藏着数以万计的驱虫 驱海沸腾 在树中箭的围攻之下 尖叫着 仓皇而无力地反击着 最终全部化作了树中箭的养分 张艺可以感受到 树中箭的兴奋 而这把箭的等级也在提升 如果吸收干净 整座江湖城的驱虫 它可以轻松提升到 9999点 不 甚至所吸收的能量 还会有大量的残留 这可是整个御魔亭的累积啊 他们所依附的 是整座江湖50万居民的生命 驱虫被杀死殆尽之后 江湖的这些人 也会大量地死亡 很难熬过寒冷的冬日 这一战 就让江湖彻底成为了一座死城 张艺迅速收取了 极恶童子的本源之力 然后催动树中 箭加速吸收整个江湖城的驱海 而下方的花花 已经与白鬼夜行 熬战了接近半个小时 虽然 它能够挡得下那些鬼怪的攻击 可那些玩意根本杀不死 所以 也打得花花颇为疲惫 张艺解决掉了极恶童子 飞尸而下 一招神域境界 直接秒杀了在场所有的鬼怪 这里的事情 已经处理完了 我们可以离开了 张艺对花花说道 不过她的眼睛 时刻注意着周围的动向 如果 不会再有新的麻烦的话 虽然极恶童子死了 可是白鬼夜行仍然没有结束 笼罩在整座江湖上空的结界也没有消失 那就说明 肯定还有什么人 在背后掌控着这一切 那或许是比极恶童子 更难对付的家伙 张艺不敢大意 张艺斩杀了极恶童子 顺便出手 清理了一番白鬼夜行 而梁月与邓神通这边也进场 收割御魔亭残存的一人 他们出手之后 御魔亭仅存的干部 也被杀光 一个不留 他们回到山下 与张艺会合 梁月拿出了那条龙的标本 邓神通也乖乖地交出了王阳明的 新学原本 这一战虽然有些波折 不过非常顺利 老张 任务圆满完成 邓神通朝张艺竖起大拇指 高兴地笑着眨了眨眼睛 张艺收起二人的东西 说道 别高兴得太早了 还有敌人没有解决呢 不远处 白鬼夜行被抹杀之后 又重新复活 朝着他们扑了过来 张艺皱起眉头 带着邓神通等人 暂时离开了这边范围 轰隆隆 不死山忽然发出了 震耳欲聋的轰鸣声 刚刚那一战 象征着霓虹的不死山 被张艺一发灌心炮贯穿 中间被开了一个大洞 此时山体滑坡 半边山体 直接倒塌了下来 邓神通看到这一幕 不由地感慨到 象征着霓虹国运的不死山倒塌 这个国度也彻底完了 可是他的话音刚落 看到眼前的一幕时 惊讶地瞪大了眼睛 那是什么东西 他伸手指向不死山 滑落的大片山体 溅起大量的烟尘 可是当烟尘散去之后 竟然浮现出 一副巨大无比的窟窿 张艺等人寻声望了过去 眼前所见 令他们也目瞪口呆 不死山的山体当中 竟然镶嵌着一副 复杂无比的白色骨骼 此时已经完全变成了化石 但是其体型庞大 竟然足有四五百米 这并非这个时代的变异生物 而是来自古代的化石 不死山中 隐藏的远古生物化石 我怎么觉得 没有那么简单呢 张艺皱着眉头 一脸凝重地说道 因为目前的古生物学界 从未发现过 如此巨大的古代生物化石 那骨骼的确太过怪异 密密麻麻的一大堆 加上烟尘弥漫 根本看不出来 是个什么东西 可是此时 原本在极恶童子阵亡之后 打算离去的三个黑影 却不能淡定了 这是远古遗留的圣遗古 来自古代我们的仙祖 这种东西 绝对不可以 留给龙之国的人 一名黑影沉生说道 中间的黑影说道 算了 虽然是仙祖的遗物 但是我们目前 不能轻易出手 否则 会很危险 之前那名黑影 却坚持道 不 这些家伙 毁掉了我们规划的一切 现在又想取走仙祖的圣遗物 我绝对不答应 另一名黑影说道 神铲巢 不要冲动 现在还不到时候 如果我们出现在这片大地之上 会遭到惩罚的 被称作神铲巢的黑影 却语气严肃地说道 不会有事的 我可以用最快的速度 杀光这群六代的小子 中间的黑影劝道 你可要想好了 这件事情极其危险 我们不会陪着你冒险 神铲巢的身躯不断地凝食 诡异的黑暗光滑 在他的身躯之上浮现 让他的虚影 开始变得真实起来 不久之后 他的黑影当中出现了 穿着黑色靴子的双脚 结结实实地踩在地上 神铲巢的右手虚空一握 一把黑色的权杖凭空出现 权杖的顶端是一个圆环 周围悬浮着十二颗黑色的勾域 看着远处被轰开的 不死山远古化石 以及在不远处的张义等人 他手中的法杖猛地一戳地面 煞世间 天空之上 雷霆轰鸣 万物寻迹 有着本能探寻危机的能力 雷鸣声响起之时 他猛地回头望去 只见远处的天空之中 急速飞来几个黑点 轰隆隆 五架武装直升机 从东南的方向飞来 距离张义他们 几千米之外停下 张义身上的智能系统 将画面拉近 看到那些涂着蓝色花纹的 武装直升机 携带着大量的弹药 炮口也对准了这里 哥伦维亚海军 张义眯起眼睛 来得真够快的 他们此行 原本最为忌惮的 便是哥伦维亚的海军力量 两名伊普希龙 卡蒂莱斯与卡内罗 这两个人纵然不谈 还有整个海军的强大力量 张义从没有小看军队 艺人也只是比普通人 更加强大的人类罢了 顶尖的热武器 比如艾之死神 或者洲际导弹 都可以对伊普希龙及艺人 造成不同程度的威胁 如果张义不是空间系艺人 而换作礼长弓 或者寒山左支流 一颗大范围覆盖的 大当量洲际导弹 都会对他们造成不小的伤害 邓神通说道 是白头鹰I型武装直升机 当今世界最先进的武装直升机 上面搭载着大当量的追踪导弹 以及对一人武装 末世之后 原本的热武器 大多数都沦为了沉重的废物 但是 只要人类还存在 就会不断地适应环境 现如今 各大国度也都研发出了 那极寒的武器 此时的军备竞赛 比过去更加厉害 哦 这样啊 张义看向天空 如果我猜得不错 此时已经有艾之死神 瞄准这里了 这种武装直升机 或许对其他艺人有效果 但对空间系的张义而言 完全不是问题 他最不怕应对的 便是物理层面的攻击 忽然 张义的通讯设备 收到了通讯请求 智能系统提醒张义 对方自称是张义的老朋友 贯穿者 张义嘴角一撇 心下已经知道 对方便是比利小子 因为 哥伦维亚海军当中 如果谁可以在短期内 晋升伊普希龙级艺人 就只有那个家伙了 两个人 已经接近两年没有见了 当初张义 要不是被其他人拖着 就出手抹除掉了 这个未来的潜在敌人 不过他 还是接通了通讯 霓虹如今 是哥伦维亚海军的底盘 张义得到了想要的东西 不想再起争端 这件事情 最好能够和平解决